我想問一問,你們2014年那兩次的事故,你們是要交報告的嗎? 主席,是有的,盛檢商是有提交事故的報告的 我想請問你們怎樣定性那次的事故? 即是一個事故來的 我們看那個事件,其實用它的性質來考量,其實它是一個技術的問題 是不是事故? 是一個事件 剛才你回答事故的問題,是不是事故,你就回答是事故? 是一個事件,它是一個技術的問題 在建築期,盛檢商可能都遇到這些種種的技術困難 那我就想問一下,當現在成為兩個臨時爆發的地方 成為一大片,你有沒有叫它再交報告呢? 正是連一大片 即是如果那時候你是事件又是事故,加上一片過 突然不再是事件又不是事故 現在變成了一個臨時工作平台 你邏輯上也沒有可能騙到我了,我真的不明白,對不對? 主席,我想講清楚 就是在那個原設計那裡已經有一個臨時的填石平台 那你為什麼2014年要找它呢? 就是那個海提出現它的向外伸延之後 成建商就建議將那個填石的平台加大和加後 那這個都是原初的設計要用的臨時平台 並不是因為事故之後才要加一個臨時平台上去 在原設計呢,灰色的部分已經在原設計那裡出現了 那你剛才又說是事件 即是我覺得第一件邏輯上是不對的 還有我想說回 剛才你說的海港保護海港條例 副局長就最明白了,最清楚了 剛才我剛才那條問題是應該要符合 環境影響評估相關的要求 所以我就問你為什麼你不用臨時填海 而到被人爆了這件事 就說是臨時的一個填出來的平台,工作平台 而我查完整個報告都沒有臨時填海這件事 我就很不明白 即我想問一下究竟什麼時候是臨時填海 什麼時候不是,還有剛才你說的那些 有些永久影響,有些是臨時影響 究竟要撤多少東西走 37公頃要全部撤走 還是撤走10公頃,還是27公頃,還是多少呢 我也想很了解一下 根據那個環境許可症的要求 臨時的只是10公頃 永久的是27公頃 即是說,當建成的海堤之後 要將那些臨時的填塞平台要拿走 我現在手上,對不起我一定要跟進 我自己跟進自己,不好意思 我現在手上拿著你們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你告訴我,面積超過5公頃的填海工程 這個是指定工程項目的性質 這裡寫著,為什麼5公頃突然變成27公頃 是27加5,還是5 我都很想你解釋 我現在手上拿著 environmental permit 我可以說個號碼給你聽 你後期的variation 我都有在 我很想問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 究竟你們要填幾大的海 什麼叫永久填海,什麼叫臨時填海 什麼叫永久影響海藏,什麼叫臨時影響海藏 我根本不知道你們是否在偷換態念 拿去看 這個environmental permit 我不會錯過 我查過很多次 我想問一下 我可以答 因為 我可以答 然後,這個都是比較複雜的 我也覺得今天有可能談不完 大家想問的一些問題 我們可不可以邀請大家 再去到我們辦事處 不是現在 就是immediately 那真的可以被同事再 那些圖都拿出來 大家再對 不是好 好 不好意思 李先生 我為什麼這麼 多謝副局 但是李先生 為什麼我這麼囂張 就是我明明在看那個指定的 就說五公頃 突然之間你又說二十七 接著又三十七 又減了十 不如這樣 我覺得公道一點 因為今天時間有影響 如果你不介意 也是用文件好嗎 就是可以等你 就是反正我本來也 剛才問了你 那些圖 那不如你可以用這個文件去交代 究竟臨時 究竟臨時填海 什麼叫永久 海藏 什麼臨時海藏 那些影響 你猜會不會方便你呢 主席是可以的 因為剛才其實我都說了 就是在那個刊憲文件裡面 我怎樣解釋 那條中間的藍色線 引致到 是一個臨時填海的一個解釋 還有都應主席的那個提問 解釋到為什麼我們沒有一個所謂 Templary recommendation 臨時填海的一個刊憲 做出來 因為不是因為那個保護海港條例的問題 我都解釋了 不過這一方面 我們都可以回去提交相關的問題 所以我為什麼要舉例子 要先舉沙中線 因為是剛才你說的那個案子之前 好